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少許時間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跟大家分享和explain 最近在網上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有很多 upcoming projects 我自己都很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你猜我做了什麼呢? 要加入一支筆 不停不停去 創意的想法 現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有很多 opportunity 出來 如果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身邊 如果你可以 take note 多一些眼睛 不停去笑 或者聽一下 其他朋友說的話 或者會有很多 opportunity 出來 那天昨天跟大家分享 我沒有跟大家分享這個 有一個補習老師 補習老師說 他分享有幾行 現在真的容易轉行 Hello 不是一定轉行的 Hello Regina 某一些補習 例如 補習老師 空姐 會轉成 教英文 導演 無論是 full time 也好 另一件事 很多人會做 面疏 賣保險 另一件事 很多人會做 地產 很多人會做 教練 這就是一件事 我可以幫忙 就是 我們那個 ATPCA的網球教練 牌 就是 Kickstart 每一位朋友 喜歡打網球的朋友 可以了解 如何去 開始 網球教練的 旅程 Hello Daddy Mom How are you doing 這就是 AETPCA的 Graduate Pro Level 1 Tennis Certification 我現在都會看著 我這裡 有三個活動 跟大家分享 這就是 我喜歡打網球 的朋友 現在去 發展 技術 早生的日子 快點加入 不要待 早生的日子 我們有幾個 很多學生都已經準備好 已經在練習 在準備好 這個課程 在練習 技術 準備好 我非常羨慕 你們 你去上課程 你準備好 技術 每個人是不同的 最重要 有心 肯去練習 就 好 好 網球教練 是 一個很特別的 工作 像其他工作 你是用心 出來教 去幫助其他 你的學生 希望我的分享 在那段時間 2號 和3號 4月 是長時間 所以不要說 我看你上班 是長時間 空間 總之可以 各位朋友來加入 我們會歡迎 任何人 有心去學習的朋友 我們會分享 技術 如何開始你的 網路教練 旅程 很多朋友會猜 會猜 這個課程是說什麼 是你猜不到的 你猜不到的 因為我們不會 展示出來 是你來到才知道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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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 教學 教學生 當然 這就是 我們有 兩個方法 如何教學生 開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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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生 如何開始 正修 反修 開播 網前 波 例如 例如 教練 同學 如何開始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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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方向 走錯 很難 很難 回頭 有很多 不同的角度 看 例如 我們會用 不同的 business point of view 眼光 去看 教練的 occupation 如何可以把 你的東西 分享 給你自己的 網絡 其實 每一個 coach 都有自己的網絡 是沒有撞的 這是我一向都相信的事情 網絡教練 和網絡教練之間 其實只是一個很支持的 事情 是沒有 沒有 conflict 因為每一個人的 網絡是不同的 但如果你有心理的 教練 你就只會把你的網絡 那些朋友 可以幫到更多些人 這時候 用心的 和 giving的心態 去 將你的 skillset 去分享 這是我覺得 很重要的做一個教練 我記得我第一天做教練 是很久以前 他跟朋友聊 那個朋友說 我已經做了很多年 沒有教練 我跟自己說 第一天我教 我教客 當我有一天 我是不拿心出來教 我就會停 這個我直至到今天 如果我跟自己說 我做教練 我不用心去教 心的英文 那字應該是心 我直接翻譯 用心 如果我不用心去做 我就會退 但到今天 我的運動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的學生 成長 某程度上 我也是 有點奇怪 我想他們進步 有時候 跟他們 比我更加 他們 有時候 很有趣 但很多時候 我們學生都很好 很多溝通 他們經常都會 你們知道自己是誰 有很多溝通的學生 有溝通的 告訴他們 他們有沒有做中科 他們出去鬥球 他們出去比賽 他們出去跟朋友打 那些表演 進步如何 這是很重要的 做一個教練 我覺得 溝通 communication 是很重要的 做更多 做更多 另一件事 跟大家分享 很多幕後的事情 如果你想 kickstart 這個幕後的旅行 你要留意 不要好像 我這樣 我也坐了很多 我也會繼續去 坐很多 我會準備好 因為你做一個 entrepreneur 你會試很多 事情 尤其是你是南海 如果大家知道 什麼叫南海 你去打Blue Ocean 南海是一個 MBA的概念 如何在你自己的範疇 範圍 找你那個 uniqueness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你要有一個 很unique的東西 給予你 你的network 才能令你 可以stand out 這是很重要的 另一件事 我們會在課程中 分享 很難在這裏 通過我們的 communication 你會知道 每一個人 你會有些問題 直接問 令到整件事 你會多學一些 關於怎樣 Structure 這個不僅是 教一個人 打一個Full Hand 就是這麼簡單 No 不僅是 拿一拿摩 去教一個人 你很能打 有很多 出名很多 很能打的 就 不代表整件事 就會是 你記住 這是很多 網後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 都知道 每一個行業 都知道 很多幕後的事情 令到他 那件事會成功 所以 我的工作 我的責任 是在那兩天 和大家分享 我可以 其實每次我上完課程 我都口頭痛 因為 講很多 不停去看 說 去做 不停地去做 這件事 所以你們會 吸收越多的東西 然後你們會 去 重複 再去 繼續去 去實驗 在真正的世界上 這就是我們 的分享 你待會看到 ATPCA Australian Tennis Professional Coaches Association 的網打電牌 他們是在未來的 大家盡量 因為 技術系統 是你自己的 當然不只是網球教練 理想 很多喜歡 更改善知識的朋友 都會理想的 我想學好一點 如何去教我自己 很多 而且 開始很多 很多 我們學生開始 這段時間 你們很有趣 很多人都會白白 說這句 其實 網球 不是在Youtube 網球 很笑 所以我Youtube很多影片 OK 謝謝大家去看 但始終 在最後 Youtube 應該這樣說 不是這樣說 是 supplement 你按鍵的東西 是 supplement 是 supplement 幫助你按鍵的東西 是 supplement 始終你看以前 你不要看太多 現在 你看傳統以前 很多 都要記住 以前 有很多 很厲害的教練 現在也有很厲害的教練 所以應該也是 比較多 以前 但現在也有很多 就是 一對一 有一個很厲害的教練 跟了學生 跟了很久 他帶他 很久 令到他 變成一個 一個 一個很好的 就是 一個 master piece 那 網球之中 最好的 大家都要記住 是one to one 的教練 我們是會讀 學會分享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 當你們學 Tennis 最好的方法 是 找一個教練 外面有很多 外面有很多 很多教練 是很擔心的 我呼籲大家 找一個好教練 跟他 我去 不要 跳來跳去 這是一個誤解 就是 我在一個教練 學會問 我在一個教練 其實我看過很多 這些個案 如果你在這些個案 你可以用他的手 其實我也有很多 師傅教過 我也明白 但是 你一定要整理 整理的 整理的 要不然 只會長遠 但是 最後一天 你始終 都會有一個 最 最明白的 最了解 你的內心 之類的 不是說 我在他那裡學 我的四肢 我在他那裡學 我的四肢 我在他那裡學 不是這樣的 這不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教練 外面 它不必是我 你外面有一個教練 你跟他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學習 從他們 學習 一段時間 跟他們 一段時間 這是一個 很好的旅程 一切行的 我呼籲大家 去做 這就是我需要分享 這個 教練的 分享 好嗎 這就是我們會更多分享 我們這個 四月的二號三號 希望各位 喜歡網球的朋友 可以來 浪費時間 其實我也在這裏 你不是浪費我 你浪費自己 浪費自己 一個機會去浪費自己 看看有什麼 其實很多 資料 是很多 是無限的 你千萬不要覺得 我去寫Level1 你不要覺得 我靜一下 你不要覺得 你不要覺得 是Level1 我學完Level1 其實你是 未學 永遠未學 我有個客人 現在 很清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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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什麼 跟我說話 很清楚我 他就說 是永遠學不完 我說是呀 是不學不完 我現在還在學 如果你覺得你是學完的 其實 You're so wrong 你越學得越多 你就會知道 是 永遠都學完 OK 這是一個 毫無的學習概念 不只是我們的網 是 每一件事你學得越多 其實是越學 你要發覺你自己 越多越學 這個很重要 好 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遲些開 就是有一個 星期六的三至五年 兩個小時 組來的 for all the friends 我現在整個組合 我現在整個組合 給你 好了 整個組合 你們一定要做功課 那我就送你 買一本書給你 那是STM的第二版 你們一定要回家做功課 都不用買 是送的 好了 很多朋友在外面 在扣牌 我就覺得 我們可以提供到一個 可以幫助你們 打得舒服一點 可以配合我們的 教育技術 當然外面有很多 好的球馬 沒問題的 都尊敬的 分享 你可以用 我們 可以給你 試一下 給你試 直接送給你 這當然是 是一個 Gift from me to you 我們星期六 會有一個 三至五的 有一個 十週五的課程 三至五 每個星期六 會上的 一定要 去上 這當然是我教的 我們會在 開啟課程 次以 我們會再做一個 直播 去分享 不過這個直播 有三個 活動 很快的 提供給大家 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 那本書 的 單打 戰術 的講座 我們之前 答應了 朋友們 其實是 Full House 的 我們現在 都接受 這個 有一個 教育 這個教育 會是三個 會分享 單打 戰術 如果你想 戰術 單打打得好一點 你一定會來上 為什麼 有一個書 是送給你的 不要說要你買 來上工作 會有本書給你 當然 你來到一定會 呼籲大家 有很多朋友 都會來 有些會拿著 iPad 有些會拿著 書 有些會拿著 紙筆 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 小弟 用了很多心思 去寫的 書 其實有兩本 一本是叫做 Tactical Book 一本是 第二本叫做 Patterns of Play 因為你的 Patterns 不清楚 你的 Visualization 不清晰 變成一段 這就是 我們在 描述中 第3 你們要記住 明天是 八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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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早上 執行 看到大家 請你分享給你身邊的 打網球的朋友 希望 我們那些活動 可以看到大家 更改善你的 技術 記住 永遠都是 更改善後 沒有人拿走 希望 我的小弟可以 分享 和分享 我以往的經驗 希望大家可以 更多 Tennis 好嗎? 下次再聊 再見 訂閱 再說 拜拜